大家好,我是墨金,欢迎来到战鼓高好手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堂iPad绘画课 我的职业是动画干净设计师、插画师 身为动画干净设计师的时候 我的工作是从无到有地营造一个世界 因为我要为后续的工序负责 设计出的场景必须要被三维实现 所以在工作中我的画会偏向写实 强调气氛、透视、空间、光影 在工作中我学到很多知识 研究出不少提升画面效果的手法 我会把其中一部分知识和手法 用在自己的插画里面 而我的插画整体是另外一个方向 我的画的主角永远是我和我的家人 主题通常是我家中的那些琐碎的日常 我家现在有两个孩子 大的那个叫毛果 小的那个叫米果 每天睡觉之前我和我老婆都要给他们两个洗澡 这张画画的是毛骨刚刚洗完 裹起来像个粽子在我怀里看着小的那个在洗 小米我当时只有四个月大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新奇 拿热水轻轻地浇在他肚皮上面 他就惊奇地蹬大眼睛 搓搓他的手脚 他就兴奋地手舞足蹈 这张画描绘的其实就是这个瞬间 现在看到的这张呢 是很早之前的一次旅行 是我和我老婆在结婚之前的那一次旅行 是去伊朗的亚兹德 我们找到一座正在修建的清真寺 爬到上面看落日余晖中的整座老城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爷爷忽视忽视地爬上来 他是个荷兰人 他跟我们说 居然有人比我更早找到这里啊 过了一会儿他又得意地说 不过你们比我年轻 这样说还算是我赢了 在画面的形式上 我会尽量提炼形体 省略不必要的细节 用简单准确的造型描绘有特点的角色 这张画里也可以看到 我会特意地用光和纹理去强化情绪 这种方式我认为是有温度的 非常适合人生中闪光瞬间的一种方式 在这堂课程中 我要传授的也正是这种绘画的技法和方式 当然如果想把这种绘画的风格 用在商业插图上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在没有动画项目的闲暇时间里 也会画一些插画卫生 这张图就是一张商业插图 这堂课要讲的主题是用iPad进行插画创作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iPad插画呢 对我个人而言 这要从五年之前说起 因为五年之前 我开始用插画记录生活 这就是我五年之前的那个插画系列 名字叫一人一半 里面讲的是我和我老婆从大学开始 第一次见面 到后来在学校里谈恋爱 毕业之后一起旅行 到后来一起生活 恋爱八年之后结婚的故事 这张图是这个系列的第一张 讲的是我和我老婆在教室里面 上着高速课 当时策划这个系列的时候 就是我们马上叫结婚的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灵光一闪 想用插画代替照片 用绘本凝固回忆 这个想法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正要去我老婆家办婚宴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在一家动画公司上班 每天早出晚归 工作特别忙 所以我只能利用我所有的碎片时间 去创作 所以这些画里面 有很多都是在我上下班路上的 公交车上画的 这张图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张 是我们在春分那一天 在一棵桃花树下面 给我们刚刚领的结婚证拍照的一个画面 如果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战库上找一找 那个时候还没有iPad 我利用碎片时间画画 用的设备是一个Walcom的数位屏电脑 这个电脑非常的沉 而且最让人难受的是 它用的是Windows系统 里面并没有针对 平板电脑优化的那些绘画软件 所以我当时用它的时候 还必须配上一个键盘 挂在上面 用来操作快捷键提高效率 但是这两个东西拿在手里 手臂肯定就特别酸疼 但是即使如此 这也是我当时能够使用的 最高效利用碎片时间的创作手法了 也就是这套设备 让我在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那个画册 那个画册完成之后 这种利用时间的方式 就被我一直坚持了下来 虽然那个电脑很重 但是我还是经常背着它出去 画一些写生 现在这张图就是 在我等公交车的时候 站在天桥上 看着冬天的阳光下边的街道 画的一张写生 相比速写而言 用这种设备来画画 可以更快地表现光影和气氛 直到后来突然有一天 苹果发布了Apple Pencil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很多优秀的绘画APP 也随之诞生 比如说Procreate 这对我来说如获至宝 从此之后再也不需要外挂键盘了 它是相对于Procom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轻便的一个绘画设备 我每天都带着它们开心的画画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适应硬件和软件 也曾经一度沉迷于使用各种特殊的笔刷效果 研究各种手势操作 但是时间久了 对硬件和软件适应了之后 我就开始专注于更简单的事情 研究怎么用尽量简单有效的手法 画出能打动人心的画 画了两年多之后 我创造出了这一系列插画作品 在创作中也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工序和流程 现在看到的这个系列的插画 描绘的主题仍然是我的生活 是我最近的一个系列 但是和当时 我第一个系列已经非常不同的是什么呢 是我现在已经是一家四口了 我刚刚过了30岁 工作正忙 回家的时间都要给两个孩子 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值得记录 但是我可以用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 这张画描绘的场景就表现了这个事情 我每天很晚的下班回家 有时候孩子们已经睡了 怕找到他们呢 我就会悄悄地躲进厨房里面吃饭 但是大眼的孩子还是听到了这个声音 小毛骨从床上爬下来 到厨房里看我在做什么 知道我在吃饭之后还一定要爬上我的椅子背 来看我吃饭 这种暖心的瞬间我都特别想把它记下了 所以才有了这些插画 这就是我坚持用iPad创作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 我用iPad画画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累积下来的作品数量也将近有100张 在这堂课里 我希望分享大家这些经验 教会大家如何用iPad画画 也让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用iPad来记录你们的生活 通过上面的讲解呢 我们基本了解了一个人物头像的线条 该如何去处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该去怎么给它填色呢 我们在上一个小熊的案例里面 用到了一个实色器 那这个实色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选到我们想要的颜色呢 打开实色器 我们会看到这个界面其实可以移动的 我们会看到这个实色器下面有几个选项 一个圆圈叫色盘 方块经典 三角形 三条线的色彩调和 然后直调色板 很常用的是前面两种 先看一下最基本的这个经典调色器 经典调色器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 因为我这个 这里只选的是蓝色 所以整个这个方块区域里面 基本是蓝色的 最右上角是最鲜艳的蓝色 最左下角 是最灰的颜色 就越往左下角颜色会越灰 那越往左上角走呢 颜色会越白 越往右下角走颜色会越黑 所以这是这个调色器的两个维度 左上和右下 从白到黑 这个属性呢 叫做颜色的明度 从右上到左下 它的颜色会越来越灰 这个属性呢 叫做颜色的饱和度 我们说颜色的饱和度越高 它的颜色就越纯 饱和度越低 颜色就越灰 明度越高 颜色就越亮 明度越低 颜色就越暗 这是颜色的两个属性 颜色还有第三个属性 是色相 就是下面这个滑块 色相就是色彩的相貌 就是我们常说的 红橙黄绿青蓝紫 然后再过度到红 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壁环的 所以在这个色盘的 这个调色器里面 外面这一圈 一个完整的圆圈 就是色相 而里面 也是控制它的明度 和饱和度的 通过这三个数值 色相 明度 饱和度 我们可以选出 任何一个 我们需要用的颜色 这两个调色器 都是非常经典的调色器 但是它们各有优劣 这个方形的调色器 叫经典调色器 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 必须要通过下面这个滑块 来调整色相 其实不是特别直观 因为这个是一个 很窄的一个小条 但是它的好处是 它可以非常方便地 选到白色和黑色 因为白色和黑色 就在画面的 左上角和右下角 它能够非常方便地 选到颜色的白色和黑色 因为白色黑色 就在画面的两个角 也能够非常方便地 取到这个颜色里面 最纯的那个颜色 因为它就在右上角 色盘这个调色器 它的优势在于 非常的直观 外面这一圈 面积很大的是色相 里面呢 就是这个色相上面的 不同的饱和度 和明度的颜色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我如果想选中 一个白色 其实我 因为在一个圆弧上面 我不知道哪个颜色 才是最亮的那个颜色 很难去判断 哪个颜色是最黑的颜色 哪个颜色是最纯的颜色 也很难判断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 实际的情况 来选择使用哪一个调色器 好 介绍完了 人物的头部的结构 还有调色器的使用 那我们就来实际演示一下 如何去画一个人物的 完整的头像 这里呢 我会用到一个图片参考 用的是我自己的照片 同时介绍一个操作 就是Procreate 和一个照片 这个软件 放在一起左右分屏的 作为参考的那个一个操作 这是iPad的一个功能 这个时候我们轻轻提起 下面这个箭头 把下面的这一个软件菜单 给调出来 我们把这个照片的软件 往上拖 把它放右边 靠着右边 放好 这个时候就是左右 1比1的分屏 中间这个滑块 往右滑 可以控制它的比例 左边右边的界面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可以分开操作 右边就是我要用到的参考图 是我带着小毛布 这个还树还很小 一个照片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的照片 好 我们新建一个 选择一个 线稿经常使用的颜色 我喜欢用这个棕色 然后 勾线的画笔 6比线笔 6比线笔其实是不带抖动修正的 不带抖动修正的画笔 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它会非常的准确 在最开始起稿的时候 我希望它笔再到哪里 就会到哪里 而不会是像 使用了抖动修正的那种画笔 它会给我自动的改掉我的一些线条的细节 好 我们先画的是脸的边缘线 这是额头 是眼窝的位置 还是脸颊 都把它盖和成一个一个曲线 下巴 这里我会做一个比较硬的折线 因为男性 如果是女性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柔的弧形 脸的右边 它的边界其实就是 并角 因为这是一个四分之三侧的一个角度 右边的边界就是并角 然后并角的旁边就是耳朵 耳朵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弧形 耳朵的下边 转折下巴 斜着接进来接到这个点 简单的做一下三挺五眼的分割 这个线是眉毛 这个线是鼻底 这个是嘴巴 基本是这个位置 然后把后脑勺一根线勾出来 可能需要勾几次才能成功 好 然后是脖子 斜着向后 领口切断 切断这根线条 这是个头的基础的结构 因为是第一遍操稿 所以可以画得比较粗糙 我的发际线比较高 然后会看到我的头发从这滋出来 后面我还是希望 虽然这个照片里看不到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丸子头的 这个丸子从这里伸出来 实际上这个头发 这个丸子的竖的比实际上要高 大概暗示一下头发走向 这一步还没有做简化线条 所以线条会很凌乱 然后是鼻子 鼻子 我的鼻子很大 但这个形状我会稍微做简化 保留这个大的特点 然后嘴 嘴的结构 因为是笑的 来过来 然后是眼睛 刚才这个眼睛就画得太靠外了 因为在眼窝里面 所以它需要靠里一点 这样看是感觉是目视前方 但实际上这个 我想要做的效果是 它往 稍微往镜头这边看一点 那我可能会需要画一个眼皮的线 来暗示这个 眼睛再往这边看 修整一下这个形体 这里是胡子 要不要加粗一点 更像我一眼 这是第一遍线条的处理 其实大概只是交代一下位置 因为这有很多条线条重建在这里 我们不知道哪条线才是我们最后想要的 然后我会做一遍倾线 把这层线稿的透明度降低 然后我会换一个笔刷 比如说用书法笔刷里的这个页岩笔刷 因为它是一个带抖动修正的一个画笔 它会帮助我把线条做得更流畅更漂亮 同时我也会修改一下这个形体 比如说 这个头像其实不太像我 因为呢 它的额头太窄了 没有我脑纹那么大 没有我发育线那么高 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比例 有时候这个倾线的过程我会画两到三遍 因为有照片参考 争取一遍就画好 调整了一下额头和脸颊的比例 额头会更大 占的比例更多 然后嘴巴 我会处理的离鼻子更近一些 眉毛会更粗一点 因为额头更大了 所以整个的并角的发育线会更往后 耳朵的位置就更往后了 还是简化成一个弧形 并角离耳朵一定距离 这时候下面这个图层的 图层对我们上面的图层影响比较大 因为我们老看到它 所以我会把它的透明度再降低一些 这样看上去清爽多了 看来我还是需要再清一遍线 因为这个线条还是比较细碎 比较成熟的 就是对线条造型非常敏感的画家 其实是可以一遍吧 线条画准的 但是我需要画两到三遍 其实这种方法也比较适合新手 你们在一遍线条画不准的情况下 也可以一遍一遍的 在之前的基础上面 逐步的把它推进 上一版本删掉 把这一版调透明度调低 然后再试着画一遍 这时候我们尝试 用一个完整的线条把它勾下来 比如说脸部 可能需要多试几次 好 这根线就比较满意了 下巴 我把下巴夸张做大一点 就比之前的那个线条更大一点 好 然后头发发 发肌线要高 要么就不像 边角 再往后收一点 耳朵 耳朵和下巴相连的这个地方 着重画一下 一个折线 这个折线也能够表现 男性比较硬朗的特点 女性这里就会圆滑很多 头发的厚度 丸子头 后脑勺 从耳朵后面穿过去 好 然后还有这一条 就是我的衣领 脖子 剩下的就是五官 但这里可以撕出几根芒 表示不是那么图 头发的走向 剩下的就是五官 五官 我这个里面有一个眉毛 稍微挑高的一个表情 所以我可以把它夸张一点 我试试看 另外一个眉毛可以稍微放低 一个眉毛小高 一高一低 然后两个眼睛 鼻子 西方人的鼻子可能会这样直直画下来一条 但是东方人会有这么一个 深根比较低的这么一个表现 这边 好 然后这个弧线的微笑会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可以加上一些特征了 加上我的小胡子 然后加上眼镜 这回血乖了 因为这个镜片单独新建了一层 直接在这里 复制就好了 脱管 因为透视的原因 所以眼镜片画成了椭圆形 但这个椭圆有点太细长了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你看现在这样调整 它是默认等比里调整 我把这个等比 切换到自由变换 就可以把它拉长了 然后往左放一放 这个位置会更合理 有一部分的这个眼镜线条 跟鼻子相切了 鼻子实际上应该把它挡住 所以把它擦掉 然后 眼睛脱 眼睛脱了 这个线稿看起来就比较像我了 但是呢 我们的人的眼睛 就长时间观看一个形状的时候 会有一种 一种惯性 会觉得这个形状其实是准的 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呢 它是不准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破这个惯性 怎么办呢 有一个常用的方法 我们如果学美术的同学可以知道 有些画 画看形状准不准 我可以把画倒过来看 其实就是破除一个 视觉惯性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把画布镜像的一个方法 点击这个操作里面点画布 画布有一个水平翻转 可以看一下 如果形状画的不准的话 翻转过来会特别的奇怪 仔细观察一下眼的距离呀 眉毛啊 这看上去还都比较舒服 那这样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它再翻转回来 好 这就是一个完成的线稿 整个的形象 比较像我的形象 但是又在我的形象 基础上做了简化和夸张 好 这就是一个完成的线稿 把没有用的图层都删掉 把线稿的图层合并好 把它的图层属性 设置成正片叠底 放在最上面 透明度调到50%以下 下面我们开始给它上色 新建一个图层 放在下面 然后我们开始使用 琢磨里面的工作室画笔 用我们刚才学到的调色的方法 来选 我们要选一个肤色 我不从下面的色板里面去选 就直接去选 肤色呢 一般来说啊 是一个偏向橘黄色 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它的色相是橘黄色 或者红色 当然不是纯的 它比真正的橘黄色 或者红色呢 颜色凝度要高 就往左拖这个颜色 这样的颜色太粉了 太粉了 那么我可能就稍微需要把它 再往橘黄色拖一点点 现在桌色稍微黄一点 但真正的人的颜色 往后度也不会这么高 会把它稍微往下拖一点 降低一点它的饱和度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 经常使用的肤色 我们利用这个工作室画笔 有抖动修正的特征 用它来把边缘线再勾一遍 其实有的时候我可以少打一遍线稿 线稿不用这么准确 直接用这一遍颜色 来做第三遍清线 这个线一定要画的好一些 不要把之前的那个 画的比较好的线条 毁掉了 我发现我不光画了头画的部分 所有的轮廓部分我都画了 眼镜的地方我打算单独处理 所以就没有画 基本都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它填色 就变成一个整个的一个 肉色的人物 多的地方擦掉 这个时候我要做的是 双指向右锁定涂上透明度 然后来选择一个颜色 来把头发画出来 我选择了一个深褐色 把头发的边缘画出来 这样外面的部分 其实就不用画了 因为锁定涂上透明度 所以外面的地方你是画不上的 向上这里画一下 然后再拖动填色 拖动填色 有的时候会发现有 填不上颜色的情况 比如说这样 外面有一圈 是因为你的色彩预值 在这上面这条蓝条 是0% 往右拖动就好了 拖过来的时候 不要动 往右拖 如果拖的过多的话 会越过一条边界 把里面这个肉色也填上 所以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一个 一个度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直接用笔图 来给它填满 也可以 就是效率会相对比较低 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边缘 接下来我会 等一下再画五官 会先在这个肤色上找一些变化 比如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观察一个人的肤色 其实它是不均匀的 不是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而人的五官来说 一般耳朵 还有鼻子 除了嘴巴的唇色之外 耳朵和鼻子的颜色 会稍微的更偏红一点点 就颜色会稍微重一点点 而面部颜色会稍微偏轻一点点 仔细观察的话 会有发现这种微妙的变化 我们可以强调其中一部分变化为我们所用 比如说我把耳朵和鼻子这一部分 都处理成一个稍微深一些的颜色 这个时候打开这色板往右下角拖 往右边保护度上升 但是保护度上升之后觉得太蠢了 再往下右下角拖 找到这么一个颜色 是我想要的 现在开始画鼻子 鼻子因为之前是两条简单的线条 这边的鼻翼的形状其实就没有 所以我需要 需要用这个色块来把鼻子形状表现出来 好 这往左拖 耳朵的地方也是 因为这个工作室画笔它的直径的最大值太小了 做这种工作比较费劲 所以我决定换成书法画笔里面的页岩画笔 直线经常用到 它的最大直径比较大 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文理效果 这两块色块做出来之后 我发现这个边缘太锋利了 看上去就像涂到两块颜色一样 我可以给它做一些渐变 同时呢 我会把眼窝也处理的暗一些 因为正常来说光线从斜上方照下来的时候 人的眼窝相对会比较暗 这个时候我用到一种新的画笔 这个新的画笔 叫做润色画笔 润色画笔里面有一个叫短发 这个画出来的效果就是一种小芒芜的效果 我用它轻轻的画就会透明的小芒芜 使劲的话就会比较重的小芒芜 这样它的边缘会做成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过渡 同时又有激励感 把这个画笔放大 轻轻的涂一下这个眼窝 造成效果就像我们画素描的排线一样 然后还有 既然是表现明暗的话 我可以把下巴也画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画出去 会把我们之前画到的那个深色褐色也画到 我们可以用一下选区工具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自动选区 相当于photoshop的模棒 点到上面之后也是左右的拖动来改变它的预值 正好现在是选到了所有的肉色部分 刚才深色的部分就是选这种地方 接着转换中画笔工具 这样就不会画出去 除了这种过渡方式之外 我还可以选择一个柔边的画笔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画笔叫气笔修饰 里面的软画笔 这个画笔是最基础的一种柔边的画笔 可以放的很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画笔的透明度调低 第二个画笔我们已经没有用到 就是画笔的透明度 容易笔画过了 所以把透明度调低一点 这样会比较保险 这块深色的区域就是眼窝 然后再选一下浅色的区域 再往耳朵那边画一画 耳朵就自然过渡了 越往耳朵间 颜色越重 好 把选区取消掉 再点一下就取消掉选区了 这个时候我希望鼻子这块颜色再稍微重一点 再稍微调一下 切换成 工作室画笔 因为鼻子在眼窝里面看不出来了 如果没有线条的话 鼻子就从眼窝里凸显不出来了 所以把鼻子单独再加重一点 耳朵这再画一笔 它用更重一点的颜色 耳朵这画一笔 暗示一下这个耳窝的结构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不带线的 要把线条全部关掉 这个时候 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还是不着急画五官 稍微处理一下脸和头发相接这个发际线 现在是一个非常整齐的线 我可以选择这个书法画笔 这个页岩画笔 稍微给它做一点 画上几笔 表示这个并不是非常一个完整的一个边缘 因为有一些小细的头发会从边上姿出来 从外往里画画 从里往外画画 有些人会在这个地方干脆剃掉一点 剃得很薄 并且这里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头发 好 正好现在用了深色的笔 我就取消掉这个对涂层透明度的锁定 来画一下这个头发 额头上这几根小毛 简单几笔就好 一定不要把它一二三排列跟三毛一样 就是稍微有一点变化 然后 发尾的这个头发也画一下 好 接下来就 关掉这根线我们可以看一下 人物的头部的基本立体感已经在了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下巴这里 因为用的虚边的画笔 所以 线条稍微有点软 我可以用这个深色的笔 切换成这个 嗯 就用这个页岩画笔吧 勾一条比较明显的一条边缘线 来代替 之前那个线条的效果 好 还没有画胡子 那就正好再画几个胡子 也是要这种 滋出来的自然的边缘点的效果 好 为了保险的话呢 我们画五官的时候可以新建一个图层 因为下面的图层并不是一个 单一的色块 而是一个有渐变的颜色 所以 如果五官画错了图调会不太好办 所以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争取 眼睛和眉毛都做到一笔成型 如果一笔画不好就重新画一次 这样会干净利落 如果是来回来去的描的话 就显得会不那么轻松 看上去就会比较累 然后呢 画一下嘴 嘴要一笔成型 嘴的颜色不要凶得太红 否则会像涂口红一样 选择红色的色相 或者说明稍微偏橘一些 颜色当然要重 但是饱和度不用那么高 好 关掉线 现在还找一个眼镜 把眼镜画上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跟刚才一样的操作 这个圆圈 因为我压感不同的原因 所以这个手尾衔接的地方并不圆润 但其实这是一种 手绘的感觉 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如果真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圆圈 可能反而效果会不好 P托 Ninter 好 这样之前的所有用线条表达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重新再画了一遍了 那么可以把线关掉 看看效果 会有一点点小的出入 它的感觉还是削弱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 因为这一块 整个额头 这个 这块看着会比较凸 少一点头发 眼睛这里呢 因为被眼镜挡住了 所以感觉也不太对 胡子稍微感觉有点往左歪了 那么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 微调一下这个形体 实际上我这还是有点头发的 你可以再画一点往前的头发 好 把这几个头的位置换一下 眼睛的地方 可以稍微把这个眼睛片 我这边挪一点 把眼睛露出来 然后把这个鼻子遮挡地上擦掉 合并一下涂层 头发的处理稍微简单那一点 现在完全是一个纯色的色块 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用稍微重一点的颜色 暗示一下头发的走向 往后疏打 这里是一个丸子头 这里是并角 如果不了解头发的走向 可以观察照照镜子 或者看看真实的身边的人 稍微再修理一下这个形体 用橡皮修理一下 橡皮的那个画笔设置 跟画笔是完全一样的 我也可以使用工作室画笔 最后用潇洒的几笔画一下这个衣服 这个微调的阶段有时候我会因为强迫症的原因 持续很长的时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细微的调整 在其他观众眼里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但如果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 其实也可以一直为了自己也可以这样一直改下去 加一个小小的一个嘴边的一个褶皱 再把鼻孔稍微画一下 大鼻孔也是特兆 好 这个人物 基本是成型了 我们完成了线稿和颜色 接下来还有一个额外的知识点 之前提到 我们在做后期调色的时候 Procreate是有一点弱势的 它也有一些 基础的一个颜色调整方法 比如说色相饱和度颜色平衡 都可以 都可以调整 但是它缺少一个 滤镜啊 或者是调整层啊 这么一些整体的调整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借用第三方的软件来进行后期调色 有时候我们自己主观配出来的颜色呢 会陷入自己的一个思维定式中 缺少一些灵感 缺少一些新鲜感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 加一个滤镜 有时候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我先把这张图 点分享 这Pag格式 很储 这个时候右边的三号图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打开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左边属第三个这个有一个小绿叶子的这个 这个是谷歌开发的一款照片处理软件 叫snapseed 点中间 打开设备上的图片 好打开我们刚才这张图 可以看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编辑 然后我从选里面选一个 选一个胶片滤镜的这个效果 胶片颗粒的这么一个效果 它的样式里面有各种各样样式可以选择 从第一个开始往后试 每一个的效果其实都有所不同 它会做一些非常微妙的色彩偏差 对深色和浅色做成不同的校正 让你整个的照片形成另外一种风格 在插画上面我们也同样可以借用这种说法 好 如果就这么一直挑下去会非常的选择障碍 我会先记住效果比较好的 比如说B3的效果我比较喜欢 然后A3的效果也比较喜欢 L3的效果也比较喜欢 把这几个做一下交叉对比 A3的整个暗部会偏向紫色 B3呢颜色更灰一些 L3看上去比较正常 好我最后选择用L3 L3的50的填钩 然后保存副本 好 这可以看到我们最后呈现一个换文效果 我经常的操作是 把这张图再导回到我们刚才的Procreate的这个文件里面 点这个设置 然后添加 插入照片 刚才调色之后这张照片再导回来 它是有白背景的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自动选择工具把白色背景删掉 选择这些白色的背景 删除像素的快捷方式是三只手说快速左右移动 删掉了 现在看到是一个透明的效果 在这个基础上我可能还会再做修改 但这里面我就不会再改了 我会稍微画上几笔 然后签个名 稍微弄一下构图 多选图层 我希望连下面图层一起选 所以我是往右画往右画往右画 每个图层都往右画这些图层都一起选到了 一起用移动工具 把它往左稍微弄一下 好 分享JPEG 存储 最后的画面就是这样了 一个完整的 头像的绘画流程 就被大家演示完了 好 刚才我们完成了这个线稿的绘制 接下来我们该给它上色了 但是人物全身像的上色 其实比人物头像的上色要复杂的多 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 它所以色块就更多 我们之前在上一个案例里面 讲了调色器的使用 如何选到一个我们想要的颜色 色相 色饱和度和明度三个属性 但是现在呢 我们在这一个章节里面 就要详细的讲一下 如何把颜色配到一起 为一个画面设计一套和谐的色彩 我们新建一个画布来讲这个事情 首先再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讲过的调色器 一讲到配色 很多人都会想到天赋 就是觉得颜色其实是要靠感觉的 的确是这样 但是颜色其实也是可以量化和理性分析的 理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 引导和把握自己的色彩感觉 首先我要引入几个新的概念 冷暖 补色 对比色 同类色 高级灰 还有色调 先讲冷暖吧 我们看刚才这个圆形的调色器 如果从它的左上角到右下角画一条对角线 那么整个色盘就会分成两个部分 右上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暖色 而左下的这一部分 可以把它看作冷色 其中最暖和最冷的两个颜色 被称为冷级和暖级 它们分别是橘黄色和蓝色 橘黄色是所有颜色里最暖的 而蓝色是所有颜色里最冷的 这两个颜色 它们的对比非常强烈 所以呢 它们是一对补色 或者叫互补色 像这样的补色还有几对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红和绿 红色和绿色 也是一对补色 而黄色和紫色也是一对补色 我们可以注意到 补色其实就是在整个一个色轮上面 对应关系是180度的两对颜色 而且这三对补色 它们也有各自的特点 比如说 红色和绿色 它们是色相 差别最大的一对补色 而黄色和蓝色是冷暖 差别最大的一对补色 紫色和黄色是明度 差别最大的一对补色 接下来讲对比色 我们说色轮上面 180度的两种颜色 是古色 那么如果两种颜色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大概只有60度 或者强到有120度 不到180度 如果是60度的话 两个颜色 你看这里选到的是橘色和紫红色 它们的差别没有很大 但如果是橘色和这种蓝紫色 它差别就会很大了 这个是120度的两个颜色 这两种颜色其实就形成了相当强烈的对比 它们就可以称为对比色 但是它们还没有到补色的地步 而这种在色轮上面角度非常相近的两个颜色 比如说相差十几度或者20度的这种橘黄色和红色 或者橘黄色和橘红色 它们其实就是相近的颜色 我们可以称为是同类色 现在这些都是在纯色的基础上来讲的 但是我们知道颜色其实还有它的饱和度和明度 比如说这个很纯的橘黄色 如果我们提高它的明度 降级它的饱和度 那我们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偏向橘黄色色相的灰色 我们可以这么叫它 但是当我把这个颜色放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棕色 或者说是褐色 这个褐色其实就是橘黄色的一种高级灰 而黄色要求就更高了 只有非常纯的颜色才能成为黄色 如果稍微把它变灰一点 你就会发现它不是黄色了 它其实就会变成棕色或者褐色 这个颜色其实就是一个很灰的黄色 说到高级灰这个概念 其实它们都是一种带有色相的灰色 但是高级不高级呢 就取决于它们之间是怎么搭配的 刚一幅画面有大面积的灰色出现 但是看起来又很协调的时候 我们可以称为这个画面是高级灰 然后就是色调的概念 我们经常说一张画面是暖色调的 一张画面是冷色调的 还有的时候会说一张画面是黄色调的 是绿色调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就是当一张画面里面 它的绝大部分颜色都偏向于某一个色相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这个色相的色调 比如说黄色调的蓝色调的 如果说大面积的颜色都偏向于冷色或者暖色 我们可以称它为是暖色调或者是冷色调的 好 刚才了解了这些色彩的基本知识 我们可以试着把两种颜色或者几种颜色配在一起 看一下它们之间放在一起是否协调 这就是到了配色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试着找几个纯的颜色来配 这是一个饱和度接近百分之百的一个红色 然后一个饱和度很高的黄色 一个饱和度很高的绿色 和一个饱和度很高的蓝色 红黄蓝绿嘛 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纯色 我们会发现它们几个如果配到一起的话 其实并不能说是协调 因为它们色彩非常的强烈 保护度非常的高 互相之间的对比也会非常的强烈 所以这种配色会经常出现在给儿童的用品上面 因为小孩会非常喜欢鲜艳的颜色 会觉得他们很刺激 可以刺激他们的视觉 但是如果出现在一张插图上面 它的颜色可能就会过于强烈了 当然也有这样配色的画 它也是一种风格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种配色风格比较难以掌握 所以呢 我们为了降低难度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这种颜色的饱和度都降低 比如说降低了明度和饱和度的一个红色 降低了明度和饱和度的一个黄色 然后降低了明度饱和度的一个绿色 和一个降低了明度饱和度的蓝色 我们说这样它的对比其实就减弱了 但我们感觉这套颜色放在一起也不是很舒服 有点脏脏的灰灰的感觉 那我们试着如果不降低它的明度 而是提高它的明度呢 就是说 一个提高了明度的红色 一个提高了明度的黄色 它们相当于颜色里对了水 或者加了很多白 一个提高了明度的绿色 和一个提高了明度的蓝色 好 我们把它排在整齐 这一组颜色看上去会舒服一些 但是如果整个画面都是由这种颜色组成的 那么我会发现都是白白的 好像在透过一层纱 或者透过一个雾来看一个东西 这种感觉 也不是很好 这三组配色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传统的美术教育里面 一张画的颜色是这样组合的话 我们会称为它犯了几种错误 第一个 我们会觉得它太艳了 第二个我们会说 它太灰了或者太脏了 第三个我们会说它太粉了 太艳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色相的对比太强烈 而太灰和太粉 其实犯的是同样一个错误 因为呢 它们颜色之间的明度没有拉开差别 它们颜色之间的饱和度也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缺少反差造成了这种 很灰或者很粉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试着 往正确的道路上走一下 好 既然知道它们的问题所在 我们试着来改变一下 它们的对比关系 让一部分颜色保护度高起来 一部分颜色保护度低起来 而且让它们的明度拉开差别 比如说 我们还是用红色 但是保持红色的色相 把它的保护度稍微降一点点 这样看上去 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很纯的红色 但是呢 它也不是那么鲜艳 刚才说过黄色其实对保护度要求很高 那么我稍微提高一点点它的明度 因为如果颜色灰了 它就不是黄色了 稍微提高一点点它的明度 它还是一个黄色 但是呢 它负责这一组颜色里面颜色比较浅的那一个 绿色我就试着让它负责颜色比较深的那一个 把它的明度下降 蓝色呢 我也降低它的保护度 我可以让它稍微偏一点 好 这一组颜色在一起的话就舒服多了 它们的反差不是那么强烈 我可以把这个红色的保护度的稍微提高一点点 好 蓝色再亮一点点 好 这也仍然是一组红黄蓝绿搭配在一起的颜色 但是它就舒服多了 因为呢 它们在明度上面是有反差的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黑白的一个 去色的一个效果 我们会发现红色和绿色其实是扮演的要重的颜色的身份 而黄色和蓝色是扮演的比较浅的颜色的身份 而且它们的色彩之间有一定的保护度的对比 但是呢 又不是过分的显眼 所以这就是一组稍微好一些的配色 那么我试着按这种思路来改变一下上面的两组颜色 先试着改一下这个灰的颜色 灰的配色 怎么能让它颜色看起来更舒服呢 红色的色系 我可以把它再变深一些 变成一个棕色 黄色的呢 可以就保持这样 让它是一个浅一点的棕色 这两个之间就有明度的差别了 红色的这样看来其实更像一个咖啡色 绿色呢 我试着把它的明度提高 然后再变灰一点点 绿色这种颜色其实对保护度的要求并不高 如果我们用非常纯的绿色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和自然界中 很少见到这么纯的绿色 反而会显得比较艳 我们把它的明度提高 保护度降一些 这样看起来会反而舒服一些 然后蓝色 我可以是用一些比较浅的蓝色 好 那其实还是这几种色项 其中一部分颜色甚至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沿用原来的绿色也可以 绿色不变 那这样看起来这种颜色也比刚才要舒服得多 因为它们之间的明度拉开了差别 那么这种粉的颜色呢 我刚才说我这种粉的颜色看起来就像加多了白粉 但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就想营造一个高调的画面 高调就指的是整个画面的颜色 有80%或者90%都是非常浅的颜色 这也是一种很高级的配色 那么我就想要这种很高调的感觉 又不想要它粉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依然沿用 这个红黄绿蓝 是一种很浅的颜色 我试着在里面稍微加入一点点比较深的蓝色 再加入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点的绿色 其实这两种蓝色和绿色相对而言 它也并不是非常的深 因为跟这个上一组颜色来比 它已经很浅了 但是在这个色彩环境里面 扮演着重色的身份 这一下这组颜色其实就有一些对比了 它依然保留着非常高调的这种效果 但是它的颜色搭配就会舒服得多 然后再看我们刚才配在这第四组颜色 比较舒服的红黄蓝绿 但是这一组颜色 如果它们的色彩面积是1比1比1比1 那么在画面上出现 一定也不是很舒服的 我们尝试着让它偏向一个色调 比如说我想营造一个绿色调的一个画面 那首先呢 我可能会去掉其中的红色 先把绿色画上去 沿用刚才的绿色 而蓝色呢 我可以让它稍微偏向绿色 变成一个蓝绿色 黄色呢 我会把它偏向冷色的这个方向 变成一个比较冷的 或者叫牙绿色吧 牙黄这么一个颜色 不是牙黄 它现在是一个像绿茶的嫩芽的那么一个颜色 可以让它再偏黄一点点 嗯 好 这个像是冷眼的颜色 然后我可以再试着丰富一下它的色接 比如说 我再加一个更浅的一点的绿色 黄绿色 那它的绿色和黄色所占的面积更大 稍微深一点的蓝绿色 好 它是一组 相同的相似的颜色 一组同类色组合在一起 那它肯定是一个黄绿色调的 或者说可以是一个绿色调的一组配色 那么我们想 加入一点点红色进去怎么办呢 如果一个纯的红色进去 它在里面会非常非常的显眼 它的保护度非常的高 那我可以试着 加入一个 加过白色的红色在里面 只占很小很小的面积 那么它们之间 其实也有弱的补色对比 这样这组颜色会更丰富一些 好 那右下角这一组配色 我们就可以说它仍然是一组 绿色调的配色 接下来我们 用我们刚才学到的配色思路 来分析一下 我之前画的一些插图 这张画画的是 我老婆还有小米锅 小毛锅 还有她的小熊 相当于有三个人物 再加上两个玩具吧 颜色应该会比头像要丰富得多 我们试着把里面每一种颜色 都拆分出来 放在右边的这个色标里面 我们把画面中 所有用到的颜色 每一种用到的颜色 都拆分出来 放在右边的色标里面 分析一下这个画面里 一共出现的几种颜色 首先 肤色 最浅的肤色 比较深的肤色 出现在这个地方 两种肤色 然后呢 把这个颜色稍微 降低它的明度和饱和度 是一种棕色 在小米锅的头发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红色系的 除了最鲜艳的红色 出现在这个小兔子身上之外 就是非常灰的红色 比如说 最深的这个 几乎看不出来是红色的这个颜色 它用在头发的线条上面 这个颜色 用在头发的阴影上面 这个颜色 用在比较偏灰的 固体上面 比如说那个枕头 椅子 还有 小毛巫的椅子 这些地方呢 就是相当于我希望让它退到后面的地方 不太重要的道具 而最浅的颜色 其实不是白色 而是红色系里面 非常浅的一个颜色 接近白色的这么一个 一个颜色 然后再看蓝色的色调 蓝色系里面 没有饱和度高的颜色 用了两个 比较灰的蓝色 比较重的蓝色 它们都用在了裤子上面 还有衣服上面的这个五星图案 除此之外 有两个比较鲜的颜色 刚才提过的红色 和比较纯的黄色 乍一看 这个颜色种类还是很多的 但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组 在同样的一个色相 和相似的饱和度下 只是明度做了改变的颜色 我们把它分成一组 一组 两组 三组 然后四 五 其实呢 我们可以称作 这里面只有五种颜色 因为呢 明度不同的这两种颜色 其实呢 它们只是受到光照之后 分别表现了受光的地方 和阴影的地方而已 如果观察我其他的画 会发现 配色思路也是相同的 我的颜色 基本也是控制在五种之内 有的时候是四种 有的时候是五种 好 我们继续分析这张颜色 为什么 我不用黑色和白色呢 仔细观察我的画面上 其实除了背景的白色之外 整个人物身上没有纯白色 而除了 这些很重的地方 这些很重的地方 其实都是一种 非常重的灰 而并没有真正的黑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是有理由的 因为黑色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的颜色 如果我们对它 做一些调整的话 它其实不会改变 就是说 我试着改变它的色相 它是没有色相的 怎么改变色相 它仍然是黑色 它会整个跳脱出画面之外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颜色 所以呢 为了让画面和谐 更简单处理 我把黑色 变成了两种颜色 我把黑色变成了两种颜色 一种是 比较暖的深灰 一种是比较冷的深灰 在这张画面上也是 这两种颜色 取代了黑色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它们之间有冷暖的变化 同时又能表达 画面中最深的颜色 没有白色的理由 是这样的 画面里其实是可以出现白色的 绘画不像摄影 我可以用白色 不用担心过曝 但是呢 因为我的背景是白色的 如果我人物身上出现了白色 那么它很容易和背景融为一体 所以我用一种 有色彩倾向的颜色 来用它来代替白色 其实在生活中 我们也很少看到纯的白色 除非是那种发光的灯泡 或者是高反光的物体 很黄眼的那种效果 才是白色 而真正我们看到 显得是白色的东西呢 它除了高光的地方 其他地方也都是灰色 这样从色阶上来看 如果我们了解色阶的原理的话 从最白到最黑 这样从色阶上来看 如果我们了解色阶的原理 把最白的颜色 放在右边 最黑的颜色放在左边 这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明度的一个色阶 一个阶梯 那么我使用的颜色 其实最黑的颜色 不是黑色 而最亮的颜色 也不是白色 那么我用的 这个对比的区间就变小了 这样的话 整个画面的反差 它就会下降 所以呢 我的颜色就会显得更加柔和 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 不能没有反差 因为刚才配色的原理里面讲到 因为刚才配色的例子里面讲到 如果没有反差 或者反差过小 会让画面显得灰或者脏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纯色 在画面里面你会发现 我用到的 纯色面积非常的小 比如这一张里面的 红色和黄色 首先纯色的种类非常的少 其次呢 它们所占的面积非常的少 只占到画面里非常非常小的 点点面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颜色 是我用来突出 我需要突出的东西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黄色 我给了小毛骨的身上 让它显得比较强眼 因为它面积很小 所以我要用一个 黄色的衣服让它显出来 和红色给了它的玩具 给这个画面增加一点活泼的气息 这张画也是 这张画呢 你会发现我多了一组蓝色 这个蓝色呢 虽然不是非常纯的颜色 但是呢 也比刚才其他两组里的配色的蓝色 要鲜艳一些 而红色的面积也稍微变大了 整个小毛骨身上有很多的红色 而它在衣服上 同时也出现了这种 稍微纯一些的蓝灰色 那么整个这一个画面的配色 就会显得稍微比另外两张 更鲜艳一些 更明快一些 红色同样是用来突出小毛骨 这一张也是 这一张黄色的面积稍微大一些 但是没有另外一种纯色 黄色用在了我的身上 这一张也是 这一张缺少了一种纯色 我没有用那种红色 但是黄色的面积 我把它增大了 用在我的身上 这样呢 你们第一眼看这张画面的时候 就会先注意到 我这个角色 然后再看到其他的角色 我这个角色 就因为用了纯色 而成为了视觉中心 好 我们观察这一组画 观察这一组画 会发现其中用到的配色 很多都是相同的 或者大体上都是相同的 而只是改变了其中 少量的几种颜色 所以呢 它们的风格也非常的相近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在绘画之中 把这些经常常用的颜色 记录下来 为了达到同样的风格 而直接从色版里取这些颜色呢 这是可以的 Procrete里面就有这个色版的功能 每个调色器的下面 这个面板其实就是色版 而这里面建立的这些颜色 其实就是我常用的一些颜色 我们试着做一下 这个新建颜色的操作 比如说我取了一个 我很喜欢用的这一个褐色 然后我在色版里面 空的位置 用笔轻点 点住 点一下 然后这个颜色就填在这个框里面了 它就进入了我的色版之中 如果想把它删掉的话 就是长点 点删除 它就去掉了 我们还可以拖动来改变每一个色块的位置 建立色版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可以非常容易的 让一套插画 好几张插画的颜色 达到统一 那么看起来就是一体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风格 非常容易用它来建立自己的色彩风格 但是它也有缺点 缺点就是如果我们 非常习惯了一套色版 不做改变的话 那么你之后配出来的颜色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 怕多了就会觉得非常乏味 而且缺少心意 所以呢 作为插画师 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 通过自己总结规律 形成一套色版 形成一套风格之后 完成了一套插图 然后再尝试着去打破它 比如下一套插图的时候 我就会扔掉这套色版 或者在这个色版上面 做一些改变 来改变一下我配色的习惯